这个操作也很简单 按下启动 再按下这个启动 我们这个数据已经开始调节了 我们看到的刀慢慢滑滑在动 除了是可以做我们的餐桌的椅腿 还有可以做很多长的不同形状的异形 持木箭 那这个在我们心中是红布家具 都用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它除了可以洗衣 还可以打孔 现在这个地方就比较关键了 在这边是会拌慢一点速度的 它的系统自动拌慢一点速度 为什么要拌慢呢 因为它尾端也是会有个弧形的 来我们看第二根 第二根的话就是我们要做出的形状 一有弧形接着的话也是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会拌慢速度 它这样加入出来的会有问题